第691章统统镇压,云青岩此前,与矿中的激战,一直凭借肉身力量,只动用了少部分修为。 他要验证的,就是他的肉身力量,能否正面抗衡教主。 很显然,云青岩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。 他仅仅凭借肉身力量,就能跟一个教主打得不相上下,不分伯仲。 云青岩又用肉身,应接一记强天极法宝的冲天一击,则是为了验证,肉身抗击能力有多强。 很显然,结果也没让云青岩失望,正面承受一记强天极法宝的冲天一击,仅仅只是气血翻滚而吐血,并未受到重创。 也比云青岩预想好上不少,该是的都是了,是时候结束战斗了。 云青岩嘟嚷一声,身上爆发出了冲天气势。 怎么回事,刚杀入空间裂缝里面的矿中,感受到云青岩的气势后,面色不由一变。 此时的云青岩,与前一刻的云青岩比起来,简直判若两人。 下意识的,矿中就想要撤退,但已经来不及了,云青岩的身影直接消失不见,下一刻,便出现在矿中面前。 砰,云青岩一拳轰在,轰在了矿中胸口。 一个照面,就将矿中轰的口吐大雪,中了极其严重的重创。 还没有结束,云青岩有着虚空一抓,一柄法源之力形成的,不规则的冰刃,竖得从矿中腹部割过。 扑吃,矿中的腹部,瞬间出现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,里面的血肉清晰可见。 云青岩速度太快了,又是一只大手拍来,从矿中头顶盖下。 轰猛龙一声,空间裂缝里面,出现了恐怖的爆炸。 这里,已经是空降裂缝里面,空间已经不能再被割裂,爆破产生的冲击波,自然而然,也就充斥了这片空间。 矿中不断吐血,所受的重创,几乎到了无法治愈的程度。 还不等矿中反应过来,云青岩手中,已经飞来一颗水晶板晶莹剔透的珠子。 围入了矿中体内,磨,磨种,矿中彻底恐惧了,他知道,被种下磨种后,他生死彻底掌握在了云青岩手中。 我恨啊,矿中绝望的大叫,若本教主不拖大,不独自一人对付你,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 你错了,对我而言,面对一个教主,与面对五个教主没有任何区别。 云青岩说话间,取回了矿中体内的磨种。 云青岩跟矿中基斗这么久,是在验证纯肉身力量。 如果一次性对上五个教主,云青岩的选择,只会是迅速斩杀四个教主,再留下一个慢慢来验证肉身力量。 将磨种说好后,云青岩弹指收割了矿中的性命。 你们觉得,矿中还要多久,能拿下云青岩? 矿中用了半个小时,才让云青岩重创。 想要拿下它,至少还要十分钟以上的时间吧。 空间裂缝外面,虚空下方,四个教主,正在低声交流。 他们的目光,则一直看着三万余米的上空。 此时,这片区域的空间裂缝,已经逐渐愈合。 唯有一道空间裂缝,长时间保持原样不变,这是因为,云青岩根矿中,正在这处裂缝里面厮杀。 恩,那处裂缝,也开始逐渐愈合了。 有一个教主突然说道,裂痕开始愈合,说明战斗已经结束了,只是,现在距离云青岩跟矿中进入空间裂缝,才过去三分钟啊。 谁知道呢,也许是矿中人品大爆发,突然拿下云青岩了呢。 当然,也不排除,云青岩此前是动用了某种逆法,所以短时间内战斗力足以媲美矿中。 而现在,逆法时间过了,所以迅速被矿中生擒。 这个解释很有可能,我们也别猜了,等矿中出来,问一问不就,这个教主话还没说完,便应生生止住。 因为,他,以及周围所有人,都看到云青岩从空间裂缝中踏了出来。 赤云青岩,这怎么可能,四个教主,与其余人黄,都露出难以置信之色。 而后,在他们呆滞的目光下,那处空间裂痕。 以他们肉眼可见的速度,逐渐愈合,直至消失不见。 矿中死了,也许是一两个呼吸过去,又或许是十多秒,半分钟的时间过去。 才有人回过神来说道,只有云青岩出来,空间裂缝又已经愈合, 就只有一个情况,矿中死了,四个教主,跟一众人黄,全部都沉默了。 放眼整个天心大陆,都是最顶尖刀手的教主。 此刻,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,死在一个人亡手中。 可想而知,这一幕带给他们的冲击有多大了。 小畜生,本教主要死你。 朱的,两到一口同声的声音响起,是天心圣地这边剩下的两个教主。 矿北跟矿陵,从他们的信就能看出,他们与矿中的关系不简单。 几乎是同一时间,矿北跟矿陵的身影,便冲向了刚从空间裂缝中出来的云青岩。 他们速度之快,肉身直接割裂空间,擦出一条条空间裂缝。 永恒圣院的两个教主,相识一眼后,也几乎同时出手,尾随矿北、矿陵之后,出手攻向云青岩。 四个一起上,正好一并解决了,云青岩不紧不惧,反而耸了耸肩,目光俯视地看着即将轰向自己的四个教主。 刷、刷、刷、刷,一系列的音爆声响起,云青岩的身后,相继浮现出十八道不同属性的法源之力。 而几乎在法源之力出现的瞬间,云青岩也动了。 截带着十八道不同属性的法源之力,攻向了下方的四个教主。 攻在最前面的两个教主,矿北跟矿陵,看到云青岩身后十八种不同属性的法源之力后,面色不由大变。 他们下方一些的永恒皇室的两个教主,神情不知何时,也变得恐惧。 十、十八种不同属性的法源之力,这怎么可能? 他们四人,近乎同时失声道,就练到他们这个层次以后,欲加明白属性之力的多少代表着什么。 能同时领悟金木水火土,五种属性的武者,在他们眼中就属于顶尖天才。 而领悟金木水火土的同时,还领悟了风冰雷暗光。 那已经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天才,而是千百万年,都难得一见的天才。 第六百九十二章数以百计的人皇某种,将金木水火土风冰雷暗光十种属性之力都领悟,便已经是千百万年难得一见的天才。 而超过十种,对他们而言,就属于闻所未闻,见所未见。 超过十种,达到十八种,更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。 我,我在圣地的古籍见过一段话,说,说仙界的主宰,就是领悟了十八种属性之力。 永,永恒皇室的古籍,也,也有这么说过,据说那,那是先帝才能领悟十八种属性之力。 天呐,我,我们现在面对的云青年,不,不会就是先帝吧。 原本杀鸡盎然的邝北,邝灵,以及天心圣地的两个教主,此时都被恐惧包围。 云青年身后那十八道属性之力,带给他们的冲击,实在太大了。 就在这时,月落仙府中,飞出了一道黑色身影。 速度之快,若如闪电,一个照面,就超过四个教主,横在了云青年与他们的中间。 云地,这种蝼蚁,就交给属下解决吧。 黑色身影不是别人,正是刚刚炼化仙灵的魔杀女柳烟寒。 什么,云地,鬼谷子叫云青年云地。 鬼谷子对云青年的称呼,顿时让邝北,邝灵,以及天心圣地的两个教主汉毛道树, 胆战心寒,恐惧到了无意复加的地步。 云地,很容易就让他们联想到先帝。 若云青年真是先帝,别说他们四人,就是他们身后的永恒帝国,天心圣地,都会陷入万劫不复。 你成就圣人了,很好,那就交给你解决。 云青年微微点头,停止攻击,收起了身后的十八道属性之力。 圣人,是仁皇境的第三层。 仁皇境的第一层,没有头衔,就是仁皇。 仁皇境的第二层,就能称之为教主,修为通天,之首遂大舟。 仁皇境的第三层,因为掌握了领域的力量,领域之内无敌手,号称圣人。 鬼谷子前不久,才在云青年的帮助下,从仁皇境第一层踏入教主。 尽管凭借摩修的身份,又因为修炼摩煞阴罗真功,战斗力能直接比肩圣人。 但终究不是真正的圣人,如今借助先灵粹体,借而提升境界,成就圣人之位。 鬼谷子的战斗力,更是恐怖到了,超出仁皇,教主想象的地步。 甚至连跟鬼谷子平级的圣人,他都能支手拍死。 现在的鬼谷子,略接战斗的外力,除了摩修这个身份,除了摩煞阴罗真功,还多出了仙灵粹体这部分。 也就是说,鬼谷子现在就是挑战仁皇境第四层。 都能压对方一筹,经过一番激战后击杀对方。 领域之内,我为无敌,领域之力,席卷天下。 得到云青年的允许后,摩沙尼顿时转头看向永恒皇室跟天心圣地的四个教主。 一股肉眼见不到的力量,从他身上席卷了出去。 还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,不只是四个教主被领域之力包裹, 就连方圆十万米内的天地,都陷入了鬼谷子的领域之中。 这十万米内,就包裹了,永恒皇室跟天心圣地那一百多个人皇。 被鬼谷子的领域包围之后,无论是教主,还是人皇, 都像是陷入淤泥沼泽里面,行动变得异常迟缓。 乃至直接不能动叹,鬼,鬼谷子,你,你竟然这么快,就成就圣人了。 旷北跟旷灵,都用恐惧交加震惊的目光看向鬼谷子。 旷北跟旷灵,跟鬼谷子一样,都来自天心圣地, 自然认识鬼谷子。 他们认知中,几个月前的鬼谷子,还是人皇进第一层。 他们眼中蝼蚁般的存在,昨日,他们才听说,鬼谷子不久前踏入教主。 不曾想,他们今天接触鬼谷子的时候,居然发现鬼谷子已经成就圣人了。 圣人算什么,只是强大一些的凡人罢了。 摩杀女一脸不在异地说道,身为仙界的顶尖摩修, 全圣时期的摩杀女,在仙界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。 摩杀女虽然现在是圣人,但她真没太把圣人当一回事。 鬼谷子,你,你既然来自天心圣地,就应该知道我们是第二圣子的人。 你如果敢杀我们,后果你知道的,邝北跟邝灵,都深吸了一口气道。 我们虽然是永恒皇室的人,但我们这次行动,也是得到天心圣地第二圣子的命令。 你,你也不能杀我们。 永恒皇室的两个教主,也第一时间硬着头皮说道, 摩杀女文言,不由笑了,可笑至极的笑,第二圣子算什么,也有资格让我摩杀女卖她面子。 摩杀女言罢,便直接出手了,她心念一动,领域的力量突然变强。 扑,扑,扑,无论是四个教主,还是百余个人皇,都第一时间口吐大雪。 领域力量,是无形的力量,但却是实质存在,能够压人于无形。 这些人现在,就是被领域力量碾压,肉身承受不住巨大压力,纷纷口吐大雪。 摩杀女探手一抓,教主级别的旷北,就被她直接摄取过来。 请云帝处置,摩杀女甩手,将旷北扔给云青年。 云青年第一时间,打出某种,直入了旷北体内。 紧接着,就是旷灵,再接着,就是永恒帝国的两个教主。 再接着,就是那百余个人皇,还不到五分钟的时间过去,在场每一个人,都被云青年植入了某种。 云帝,这些人对您都怀有敌意,不如交给属下发落吧。 云青年全部掘完某种后,摩杀女又开口说道。 身为摩羞,摩杀女拥有着,用无者血液提升修为的秘法。 哪怕这些人,已经被云青年绝了某种,丧失了修为。 对摩杀女而言,都有不小的用处。 当然没问题,云青年微微点头道,云青年一向信奉一个准则,杀忍者,人横杀之。 讲要杀别人,就要做好被别人反杀的准备。 这么多某种,别说是助我踏入半步人皇,就是真正的人皇都够了。 云青年心里一声,身影霉入了下方的仙府里面。 他打算闭关,裂化这些某种,第693章恐怖的消耗,云青年现在,裂化人皇某种的速度,差不多是一个小时两枚。 嗯,这是在一手一枚某种,同时吸取的情况。 进入仙府里面后,云青年便传因得摩杀女,让她在外面护法。 而后,云青年一次性,将灵罗戒里面,110多枚的人皇某种,全部都倒了出来。 这110多枚里面,还有五枚是教主级别的某种。 来自矿中、矿北、矿陵,以及永恒皇室的两个教主。 云青年没动教主级别的某种,而是先开始炼化人皇进一层的某种。 转眼,一个小时过去,云青年左右两只手上的某种,化为了鸡粉消散。 云青年没有停滞,从堆成一堆的某种堆中,又取了两枚人皇进一层的某种。 一转眼,又是八个小时过去,这八个小时里面,云青年又炼化了十六枚某种。 外界的天色,此时已经走到了黄昏时分,如果不是肉身,被雷劫洗礼过,现在的我,应该踏入人黄了。 云青年嘀咕一声,又继续炼化某种。 刚回到天星大陆的云青年,肉身是残败的,受了凡人难以想象的重创。 那种程度的重创,哪怕是云青年都束手无策。 云青年最初的打算是,先将修为恢复到仙人,然后再动用仙人的手段,慢慢复苏残败的肉身。 之前,踏入人亡,遇到雷劫,天星大陆的气韵,在雷劫里面,赠送了能够治愈云青年肉身的神秘能量。 这虽然让云青年欠了天星大陆的气韵的人情,但却是值得的,因为肉身提前复苏,至少能让云青年恢复修为的速度,增加十倍以上。 现在之所以,恋化这么多人黄某种,还是停在人亡境,是因为很大一部分能量,被肉身吸收了,用来加速肉身复苏,这是好事,不仅相助肉身复苏,也能巩固我的基础,等我重新回到先帝,到时候的战斗力。 只怕能横扫另外九个先帝,云青年恋化某种的同时,心里也在低声嘟嚷道,魏金伦跟白泽,已经借助先灵萃体,双双从半部人黄,踏入了人黄境。 且因为,他们是借助先灵萃体晋升的关系,他们的战斗力,也远胜其他人黄,在云青年看来,魏金伦跟白泽,现在不仅是同姦无敌,且还具备了越阶对敌的战斗力。 当然,也只是越阶对敌,比起魔杀女,越阶对敌的同时,还能越阶杀敌要弱上许多。 转眼,又是十二个小时过去,天色,再次迎来了黎明,这十二个小时里面,云青年一共炼化了二十四枚人黄某种。 全部加起来,云青年炼化的人黄某种,都快逼近五十枚了。 奈何,修为还是停在人王境,云青年现在的肉身,就像是填布满的窟窿。 近五十枚人黄某种,超过九成,都被肉身吸收。 剩下的一成,都转变成修为,用来增加云青年的境界。 当然,近五十枚人黄某种,虽然没能让云青年踏入半部人黄。 但战斗力方面,却让云青年翻了好几番。 现在的云青年,哪怕只动用纯修为,都能知首灭杀教主。 哪怕只动用纯肉身力量,也能一巴掌拍死教主。 若是修为,肉身共用,不排除能抗衡圣人。 当然,也只是可能抗衡圣人,可能,肩腐外面,为金伦,白泽,磨砂女站在一块。 磨砂女看了看东方的起明星,突然说到,我们来这里,已经两天了,要不要提醒云帝参加百院大赛。 没事,正到比赛结束后,距离窜命之术的比斗,有三天间隔时间。 也就是说,明天才是窜命之术的比赛。 魏金伦说道,他身为天窜学院的窜命师,也是尼菩萨的学生,是要参加这一届百院大赛的窜命之术比赛。 因此为金伦对窜命之术比赛的时间很了解。 世俗现在,对窜命之术这么重视,鬼谷子不由意外道,也难怪鬼谷子会这么说。 单道、气道、正道都是接连举行,到了窜命之术,却要间隔三天时间才举行。 这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,百院大赛对窜命之术很重视。 不是对窜命之术重视,而是对压轴的武道重视。 事实上,每一届百院大赛,窜命之术都是最默默无闻的一个。 所以今年的窜命之术比赛,被安排在了武道之前,目的,就是希望能借助武道来吸引一些焦点。 等窜命之术的比赛结束后,还要等上七天时间,才举行武道的比赛。 白泽给鬼谷子解释道,武道,是百院大赛的压轴,关于武道比赛的场地,也要经过精挑细选。 正常情况下,墨州城内肯定不合适,强大的武者一旦激战起来,战斗余波足以毁灭一个大型城市。 与此同时,武道也少不了观众,甚至武道的观众,会比单、气、震、命死到的观众加起来都要多上几倍,乃至十多倍。 也就是说,要想在墨州城里面,举行武道大赛,必须提前做好种种安全措施。 也就是说,在场外选好场地之后,还要找阵法大师,布置好层层结界,防止战斗的冲击波,误伤到观战人群。 这里面的工程,极其的繁琐,自然需要时间准备。 时间,很快又从黎明,走到了黄昏时分,魏金伦、白泽、磨砂你眼中,已经不自觉浮现了震惊。 他们已经知道,云青年现在炼化人黄某种的速度。 每小时两枚,据他们所知,云青年到现在,炼化的人黄某种,已经有七十多枚。 七十多枚人黄某种,相当于七十个人黄的全部修为。 但就是这么恐怖的数量,却还没有让云青年从人亡,踏入半步人黄。 云帝,不愧是云帝,时间再次走到深夜的时候,磨砂你忍不住低声嘟嚷了一句。 磨砂你知道,升级所需的能量越多,基础就越好,战斗力就越强。 按照磨砂你的预计,云帝现在虽然只是人亡,但他的战斗力,只怕能跟寻常的圣人相提并论了。 第六百九十四章遭遇叛变,磨砂女不知道,云青年到了后面,炼化某种的速度已经变快了。 从原本的一个小时两枚,增加到了一个小时三枚。 次日清晨的时候,云青年从月落先府踏了出来。 云青年没有掩饰自身气息,因此踏入仁皇静的魏金伦、白泽,以及圣人魔杀女,都一眼看出了云青年的修为。 云帝、公子,还停在仁皇静,他们三人,眼中全都闪过了震惊,确实还停在仁皇静,云青年颇为无奈地笑道。 除了那枚,被他刻画符文的人皇静一层的某种,剩下的人皇静一层的某种,已经被云青年全部炼化了。 具体数量,是108枚,但就是这么恐怖的数量,也还是没能让云青年从仁皇静迈入半部人皇。 当然,也只有云青年自己知道,这108枚,至少有100枚被肉身吸收了,云青年现在,肉身的战力,已经完全碾压修为的战斗力了。 时间差不多了,先回墨州城参加窜命之术的比赛。 云青年随后就说道,顿了顿,云青年又说道,燕寒,我带金伦,你带白泽,我们比一比谁更早到达墨州城。 云青年很想试验一下,他现在的肉身力量。 而肉身力量,并不单单体现在战斗,速度其实也是衡量肉身力量的一种。 磨砂女知道云青年的打算,当下就领命,好的云地。 云青年大手一挥,法源之力瞬间席卷出去,一个照面就将魏金伦包裹了起来。 下一刻,云青年与魏金伦,都已经消失原地,消失在天际的另一端。 磨砂女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出手,带着白泽消失在天际尽头。 对云青年用法源之力包裹的魏金伦,脸上充满了骇然。 现在的他,已经踏入了人黄境,但在云青年面前,却没有半点反抗余地,就被他带着飞奔了。 公,公子,你的速度,怎么会这么快? 感觉到云青年此时飞行的速度后,魏金伦不由又瞪大眼睛说道,魏金伦已经踏入人黄境第一层,且因为仙灵脆体的关系,速度比寻常人黄更快,时速达到了三千多万公里。 但云青年此时的飞行速度,却快到了,魏金伦都无法衡量的地步。 差不多是你全速的三倍左右,云青年的声音,在魏金伦的耳边响起。 什么,三倍,魏金伦不由惊呼一声,也难怪魏金伦这么震惊,他全速飞行之下,一小时大概能飞三千多万公里。 云青年是他的三倍,岂不是说云青年每小时,能飞行近一公里。 我现在的速度,差不多是十分之一的光速。 天星大陆速度最快的传送阵,也不过是十分之一的光速。 云青年又说到,实际上,速度到达十分之一光速以后,就已经到达一个极点。 想要再增加速度,就不是单纯的增加修位这么简单了。 就拿鬼谷子来说,他是圣人修为,一身战斗力,是魏金伦的几百倍以上。 但他的速度,绝对达不到魏金伦的几百倍,甚至连魏金伦的四五倍都达不到。 其实,天星大陆这样的凡人界,除了光,能拥有每秒三十万公里的速度。 剩下的物质,都达不到这个速度,因为一旦达到这个速度,就会使得天星大陆的空间扭曲,进而造成空间崩塌。 情况严重时,甚至会引起整个天星大陆崩溃。 光之所以例外,是因为光没有重量,它除了亮度外,实际上是虚无的存在。 所以,光哪怕速度再快,也不会影响空间结构。 在云青年看来,鬼谷子的具体速度,跟他是不分上下的,都差不多是光速的十分之一。 区别就是,鬼谷子可能稍胜云青年一筹,也可能稍弱云青年一筹。 仅仅十几分钟的时间,清晨还是清晨,鬼谷子跟云青年,相继来到了墨州城的上空。 相继的意思是,鬼谷子比云青年早一些到达。 而早一些的具体时间是,鬼谷子比云青年早一分钟到达。 看来比起你,还是差了不少。 云青年说道,云青年用了十六分钟,从月落仙府飞到墨州城。 鬼谷子只用了十五分钟,云帝,这不一样,普通的圣人,哪里有您的速度? 鬼谷子带着苦笑道。 鬼谷子是特殊例子,修为虽然是人皇境第三层,但战斗力却能斩杀人皇境第四层。 连鬼谷子都只快了云青年一分钟,如果换成普通圣人。 只有被云青年碾压的份,普通圣人,我也没兴趣去比。 云青年说道,去天窜学院,云青年说着,身影在此消失原地,钻命之术的比赛,在天窜学院举行。 整个永恒帝国,估计也只有天窜学院,能提供钻命师比赛的工具。 此时,在天窜学院的命格的一个巨型广场上, 汇聚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群,在无数人群的中间,有一个更金螺盘形成的场地。 场地上面,站着150多人,年龄有老有少,性别有男有女。 钻命之术的比赛,是百院大赛五个类型里面,唯一一个不限制参赛者年龄的比赛。 同时,也是唯一一个,不需要经过预赛,直接举行总决赛的一个。 与此同时,串命之术的比赛,没有任何的门槛,只要是一个串命师就能参加。 无论是串命师老鸟,还是刚接触串命之术的新手,都可以参加。 站在更金螺盘形成的场地上的150多人,有17人是天窜学院命格的学员。 剩下的,都来自其他学院,有一点值得一提,今年参加串命之术比赛的串命师,人数最多的不是天窜学院。 而是永恒圣院,永恒圣院这一次,一共派出了80个串命师参赛。 更金螺盘形成的场地外面,天窜学院所有的副院长,以及院长尼菩萨,都在场外观看。 此时,包括尼菩萨在内,天窜学院所有人面色都很不好看。 永恒圣院那80个参赛的串命师,有74个是从天窜学院叛变过去的。 第695章怒火,天窜学院这一跤,摔得可真狠啊。 可不是吗?串命之术是天窜学院立愿的根本,但这一次,天窜学院超过八成以上的串命师都叛变了。 我原本以为,天窜学院将会取代永恒圣院,成为这一届百院大赛最风光的学院,看来是我乐观了啊。 不止你这么想,很多人都这么想,毕竟此前,天窜学院的云青年,已经代表天窜学院,获得了单、气、震三道的第一名。 如果窜命师的较量,不出现现在这种状况,天窜学院就等于蝉联四道的冠军。 就算最后的五道默默无闻,也足以抢过永恒圣院的风头了。 可惜,天窜学院却在他们主场摔了一跤。 跟金螺盘形成场地外,四周的人群都在焦头接耳地说道, 天窜学院在场的师生,每一个面色都很不好看。 云青年一人,为他们天窜学院大大的长脸,但他们现在,却在主场摔了一跤。 院长,这些叛徒,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。 没错院长,必须严惩这些叛徒,否则我们天窜学院,今后还有什么颜面,在立足于墨州城。 该死的莫安然,院长好心让他在天窜学院学习窜命之术。 他居然反过来,挖我们天窜学院的墙角。 叛变的74个窜民师,都是受莫安然蛊惑过去的。 芸汐、柳潇旭、张丹峰等副院长,都在一份填音地说道, 我们天窜学院,说白了,与俗世书院无异,都是教书育人,学员进入我们学院,并不是卖身于天窜学院,所以谈不上叛不叛变。 若以叛变为理由,镇压这74个窜民师,今后还有哪个学员敢办? 带入我们天窜学院。 尼菩萨心里虽然也不舒服,但却还心平气和地说道。 另外,莫安然进入天窜学院学习窜命之术,并不欠我们天窜学院什么,他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。 可是院长,就算莫安然不欠我们什么,他将我们天窜学院的学员,撬到永恒圣院,就是不厚道的行为。 我们不能吃这个哑巴亏,必须要让莫安然付出代价才行。 芸汐等几个副院长,又愤愤不平地说道。 会有人让她付出代价的? 尼菩萨又不嫌不淡地说道。 哦,芸汐闻言,似乎想到什么,眼中闪过了怪异之色。 不过副院长柳消旭却说道,院长,就算有人让莫安然付出代价,那也是后话了。 我们眼下要怎么办,是啊,窜命之术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窜命之术是我们天窜学院的根本,这一项,我们必须拿第一。 如果窜命之术拿不到第一,另外四项的第一,就算送给我们都没用。 这些副院长,虽然都不是窜命师,但他们每一个,都会为天窜学院的窜命之术感到骄傲。 这就如同,一个地方的人,会为当地某个景点,或者某个特产,或者某个历史人物感到骄傲一般。 谁告诉你,我们天窜学院会失去第一了。 尼菩萨突然悠悠地说道,莫安然回去代表永恒圣院,还撬走74个窜命师,难道这些还不能让永恒圣院得到窜命之术的第一? 副院长柳霄旭又说道,就在这时,四周数百万双目光,忽然全部交汇到了半空。 半空之上,出现了四道身影,其中,有两道身影,特别的显眼,一个是穿着一身红袍,背负一饼刻着神秘符文的常见的云青年。 一个是浑身裹着黑袍,戴着同样是黑色面具的魔杀女。 那,那不是云青年吗? 嗯,云青年来这里做什么? 云青年已经代表天窜学院,获得了单,器,正三道第一。 他该不会,还要代表天窜学院,继续参加窜命之术的比拼吧? 应该不可能,窜命之术与另外几道全都不同,云青年没理由还是一个窜命师。 人群交头接耳地说道,他们对云青年出现,感到极为的意外。 嗯,云青年怎么出现在了这里,站在庚金罗盘形成的场地里面的莫安然,看到云青年后,眼中猛地闪过震惊。 不久前,他可是青年看到,天心圣地的第二圣子,派了三个教主,数十个人皇,前去抓捕云青年。 在莫安然看来,云青年不可能,逃得了这种规模的围捕。 不仅云青年在,就连鬼谷子都在,莫安然心里,出现了不祥的预感。 云道有果然踏入人亡了,尼菩萨第一眼,看向的是云青年。 哦,鬼谷子失职也从教主,晋升到了圣人。 尼菩萨眼中,微微闪过意外,云青年踏入人亡,尼菩萨一点都不意外。 毕竟第三块封魔碑,就是尼菩萨给云青年的。 可鬼谷子,从教主晋升到圣人,就由不得尼菩萨不意外了。 不只是鬼谷子从教主踏入圣人,金伦根白泽,也双双成就人皇了。 尼菩萨看到魏金伦根白泽,眼中也闪过了痴惊之色。 魏金伦第一时间,就从半空落地,出现在了更金罗盘形成的场地里面。 发生什么事了,张辉,孙彩,向松等人,怎么跑到莫安然那边了? 魏金伦出现在,天窜学院的窜命师所在的区域。 张口就问向旁边的窜命师道,张辉他们,都叛变了,被魏金伦询问的窜命师,沉着脸道。 什么,魏金伦先是震惊,而后,两只眼睛,瞬间被怒火覆盖。 张辉,孙彩,向松,你们找死。 魏金伦直接怒了,人黄敬的气势,从他们身上席卷出来。 一个照面,叛变道永恒圣院的那74个窜命师,身子便都不受控制地跪在了地面。 谁给你们的胆子,敢背叛天窜学院? 魏金伦沉着脸说道,眼中浮现了赤裸裸的杀鸡。 自然是我给他们的胆子,莫安然的声音,冷不丁地响起。 而后,莫安然轻轻用手一抚,便冲散了魏金伦身上席卷出来的人黄气势。 魏金伦,看来你此行,跟着云青年在月落仙府其欲不小,都踏入人黄境了。 不过,你不会天真的以为,就你踏入人黄境吧。 第696章所有人寄予。 很显然,从莫安然这番话来看,莫安然也踏入了人黄境,并且,云青年的神识,还看出莫安然不只是踏入人黄。 严格来说,莫安然现在,是真治了人黄境的第二层。 这让云青年吃惊不小,两三个月前,云青年看到莫安然时,他还是只是人黄境的修为。 现在居然暴增到了人黄境第二层,教主。 莫安然随手,驱散魏金伦的人黄气势后,又在心念一动间,席卷出了教主威压,逼迫向了魏金伦。 登,登,登,魏金伦第一时间就承受不住教主气势的压迫,一连后退了三步。 魏金伦面色发沉,很不好看,不仅仅因为莫安然真治教主,还因为莫安然那句,魏金伦此行,在月落仙府其欲不小。 莫安然等同于告诉整个天心大陆的人,云青年在月落仙府有所奇遇。 果不其然,人群轰动了,月落仙府,莫安然刚才说月落仙人。 月落仙府,哪个月落仙府,难道是万年前,飞升仙界的月落仙人留下的传承洞府? 除了月落仙人,还有谁的府邸叫月落仙府? 没错,一定是月落仙人留下的传承洞府。 我认识魏金伦,半年前还跟他接触过一次,当时的魏金伦,还只是半步人亡。 除了月落仙人留下的传承洞府,还有什么东西,能让魏金伦短短半年之内,从半步人亡暴增至人皇? 人群骚动了,所有的焦点,都汇聚在魏金伦身上,汇聚在魏金伦身后的云青年,以及月落仙府上面。 让一个半步人亡,短短半年内就暴增至人皇。 这绝对是能引起所有人疯狂的奇遇,跟金螺盘形成的场地里面,从天窜学院叛变到永恒圣院的74个窜明师,也都相继开口了。 我们跟魏金伦同窗近十年,可以证明魏金伦半年前确实是半步人亡。 魏金伦是窜明师,且在以前的命格,属于顶尖窜窜明师。 他九成精力,都耗费在窜明之术,不可能有精力修炼到人皇。 所以,魏金伦一定是借助月落仙府让修为暴增到人皇境。 事实上,以魏金伦对窜明之术的疯狂,他能成就人亡,我们就吃惊不小了。 你们应该都知道,窜明师比炼丹师、炼器师、阵法大师都要特殊。 窜明师在窜明之术上面付出的心血,要超过另外几个职业太多太多了。 我们敢断定,魏金伦能有如今的人皇修为,肯定跟月落仙府脱不了关系。 这74个叛徒到永恒圣院的窜明师,相继开口后,四周人群,已经全部相信,魏金伦真的跟着云青年,在月落仙府得到了巨大的奇遇。 毕竟这74个窜明师,最早是天窜学院的窜明师,与魏金伦都是同门师兄弟。 天窜学院的一众高层,最初听到莫安然说,魏金伦在月落仙府有所奇遇的时。 他们一开始,虽然震惊,但震惊的同时,心里却带着几分高兴。 可随后反应过来后,他们个个都怒了。 莫安然当众讲出这个,不是故意给魏金伦,给云青年,乃至给天窜学院树敌吗? 体肤无罪怀避其罪,月落仙人留下的传承洞府,足以引起整个天心大陆所有人的疯狂了。 尤其是后面,那74个叛变到永恒圣院的叛徒,也纷纷指认魏金伦在月落仙府的奇遇。 更要他们怒不可遏,永恒圣院的高层,顿甲学院的高层,北极学院的高层,灵溪学院的高层,以及无数小学院的高层。 此时,也在更金罗盘的场地外面,他们一个个,眼中都闪过了贪婪之色。 能让一个半步人亡,暴增至人黄境的奇遇。 这是何等恐怖的奇遇? 而且,他们相信,月落仙人留下的府邸,绝不止那么简单。 在他们看来,云青年,魏金伦几人,绝对没能力消化到月落仙府的传承。 甚至,云青年他们所获得的,只是月落仙府九牛一毛的传承。 月落仙人是万年前的绝世人物,他留下的传承,应该属于整个天心大陆生灵所有。 无论是云青年还是魏金伦,亦或者天窜学院,都没有资格独自享受这个传承。 我顿甲学院认为,云青年以及天窜学院,有义务与我们共享这个奇遇。 我北弃学院复役,我灵溪学院也复役,月落仙人的传承,应该属于整个人族。 既然所有学院都同意,我们永恒圣院自然不会有意见。 并且,我们永恒圣院还会代表大家,与天窜学院商量讨论, 却说天窜学院与我们分享月落仙府。 钻命之术的比赛还没开始,观战的人群,便已经沸腾了,焦点都被月落仙府所吸引。 包括上一届百院大赛排名前十的学院,以及无数小学院,也都对月落仙府动了觊觎之心。 尤其是永恒圣院,更是自告奋勇,愿意代表所有学院,向天窜学院商量, 却说天窜学院将月落仙府分享给所有学院。 天窜学院的一众高层,已经义愤填膺不已。 千不说,现在还只是云青年跟魏金伦,私下发现了仙府。 哪怕云青年跟魏金伦,愿意跟天窜学院分享仙府。 那也是天窜学院私人财产,永恒帝国哪一个学院, 唯有自身的底蕴,唯有自身的奇遇。 是问又有哪一个学院,有把他们的传承分享出来了。 就拿永恒圣院来说,十多年前,他们在天窜山发现一个上古遗迹。 传闻这个上古遗迹,密宝无数,顶尖的功法、丹药、法宝,都数不胜数。 甚至,还存在着一个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。 但永恒圣院,跟所有学院分享这个上古遗迹了吗? 论价值,这个上古遗迹,比月落仙府,不知道要珍贵多少万倍。 既然人都到齐了,那么篡命之术的比赛,可以开始了。 看起来只有七八岁,雨善观金的尼菩萨,一边轻轻扇动手中的雨善,一边迈步走向灯金罗盘的场地。 云道友,你也下来吧,第697章天空异变,不相干人的觊觎,所有学院的觊觎,尼菩萨的神情,看不出半点不满。 作为当事人的云青年,脸上也看不到半点的恼怒,始终神情静谧的样子。 云青年从半空落到更金罗盘的场地后,先是看向伟金伦,说道,金伦,小事而已,不值得动怒,安心参赛便是。 至于一些跳梁小丑,通通轰杀便是,云青年表面虽然平静,心里却犯着了盎然的杀鸡。 当然,云青年的杀鸡,是纯粹的杀鸡,不参加半点怒火。 跳梁小丑的争锋相对,寄予,对他而言,有多少杀多少便是。 犯不着为他们动怒,更犯不着与他们争辩。 道友,现在就不跟你叙旧了,等比赛结束后,我们再详谈。 云青年又看向尼菩萨,说完,走到了天窜学院的参赛者的区域。 尼菩萨微微点头,没有掩盖自身的声音,说道,这个第一,就劳烦云道友了。 其他学院的高层,听到这句话后,面色不由都微微一变。 尼菩萨说的是第一,以他们对尼菩萨的了解,尼菩萨属于从来不放空话的人。 他会说出,麻烦云青年为天窜学院拿到第一,就说明云青年一定有角逐第一的能力。 围观的人群,则是意外不已,云,云青年居然真的要参加窜命之术的比赛。 云青年已经是单,气,正三道的第一,理论上,他应该没有精力,再去钻研窜命之术才对。 嘿嘿,你也说了,是理论上,但你别忘了,云青年也进入过月落先府。 而且之前莫安然说的是,魏金伦跟着云青年进入月落先府。 也就是说,云青年才是在月落先府,获得最大收获的那一人。 云青年在月落先府,得到窜命之术的传承完全在情理之中。 毕竟留下月落先府的人,是月落先人。 对先人而言,让云青年学会窜命之术有什么难的? 我甚至怀疑,云青年此前能获得单,气,正三道的第一,就是因为他进入过月落先府的缘故。 无论是云青年,还是尼菩萨,都没在乎周为人的议论。 值得一提,尼菩萨是窜命之术的裁判。 尼菩萨身为永恒帝国的第一窜命师,为人比他更合适当窜命之术比赛的裁判。 因此尼菩萨这个裁判,是众望所归,今日的某个时间段内,天空会出现异变,窜命之术的比赛,放在今日举行,有很大一部分原因,就是因为这一点。 你们现在比拼的内容就是,推算出今日天空,具体会发生什么异变,又具体在什么时间段出现异变。 谁推算的内容,最接近天空异变,以及异变的时间,谁就是这一届窜命之术的冠军。 接下来的名次,也是以最接近天空异变,以及异变的时间先后来排。 听完尼菩萨说的比拼内容后,不少窜命师面色都微微一变,推算天空异变,这,这其实已经涉及到了天道,窜命之术上,没有登堂入室的窜命师,想要推算天道。 哪怕是最浅薄的天道,都是痴人说梦,毫不夸张地说,尼菩萨这个比拼内容,直接就淘汰了在场六成以上的窜命师。 推算天空异变,以及异变出现的时间,确实不简单。 莫安然低声说了一句,幸好我早有准备。 莫安然看向永恒圣院这边的窜命师,其中就包括了,74个从天窜学院叛变过来的窜命师。 说道,张辉,孙彩,向松,给你们五分钟时间准备,实行那个计划。 好,这些人几乎同时点头,天窜学院这边的窜命师,直接开始,推算起了天空异变。 这里面,就包括了魏金轮,云青年没做任何事,至少表面上看起来,云青年没做任何事。 唯有尼菩萨,知道云青年在做什么,云青年已经在脑海,运转八卦六摇玄绝进行推算了。 云青年不具备成为窜命师的硬件条件,这一点,无论是云青年自己,还是尼菩萨都知道。 但云青年还是成为窜命师了,这一点,多亏了尼菩萨,传了八卦六摇玄绝给云青年。 这是一部,可以让普通舞者,修炼成为窜命师的功法。 而这部功法的开创者,正是仙界十大之一的伏地。 与此同时,伏地也是仙界,当之无愧的第一窜命师。 五分钟以后,永恒圣院的窜命师,全部并排而坐,每个人的手掌,都与另一人连在一块。 从外面看去,永恒圣院这些窜命师,每一个身上,都散发着淡淡的光运。 这光运充满了天道的气息,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。 莫安然盘息坐在这些人的最前面,这些人的力量,最终全部汇聚在了莫安然的体内。 莫安然好手段啊,汇聚永恒圣院所有参赛的窜命师之力,为他一人所用。 莫安然本身在窜命之术上的造诣就不低,现在又聚集这么多窜命师之力。 他的实力,只怕会升到另一个高峰。 看到这一幕的人,无不震惊到,他们已经看懂,莫安然在做什么了。 说白了,永恒圣院这么多窜命师,全都在为莫安然一人服务。 打个比方,武者战斗,需要消耗功力,窜命师推算事务,同样也要消耗心神。 莫安然现在,就是聚集了永恒圣院所有窜命师为他服务,被他驱使,供他消耗。 转眼,半个小时过去,莫安然神情,闪过了几分喜色。 很显然,他已经有所斩获,甚至是得到了答案,就在所有人都以为,莫安然会第一个结束推算,第一个说出结果的时候。 一直闭幕,站着不动的云青年,突然睁开眼睛,声音响了起来。 我推算好了,云青年说着,便迈步,慢走到更金螺盘场地的中心。 无数双肉眼,看到云青年从空间戒指里面,取出了一个黑色盒子。 我的答案,就放在铁盒里面,云青年放下盒子,说完之后,又走回了原处,地幕站着。 我已好了,莫安然的声音,随之响起,第698章近乎百分百。 莫安然心里闪过不悦,但也只是一闪而过,很快便不在意,毕竟早推算出来,于晚推算出来,牵扯不到最后的结果。 莫安然看了云青年一眼,眼中闪过争风相对,而后也迈步走出。 他手中,拿着一张折叠好的纸,这只是特殊材质炼制,打开他之前,能够屏蔽外力的窥探。 我的答案,已经写在纸上,但与云青年不同,莫安然是将这张纸,直接交给了尼菩萨。 值得一提,无论是莫安然,还是其他学院的人,对尼菩萨都无比相信。 不认为,尼菩萨出题,尼菩萨担任裁判,会出现有失功允的情况。 否则,如果换个裁判,出尼菩萨所处的题目,早就被人质疑了。 推算天空一变,以及一变出现的时间,这题目的背后,是不是说明一个问题? 尼菩萨事先已经推算出了这些。 如果尼菩萨提前,将答案告诉天窜学院的参赛者,他们不就胜券在卧了。 不过尼菩萨却不会让人有这种质疑,原因很简单,他是尼菩萨,永恒帝国第一窜命施尼菩萨。 一个小时后,魏金伦口中,突然喷出一口大雪,面色变得煞白无比。 一副透支过大的样子,我也算出来了。 魏金伦说道,可惜,我只是推算出大致的一变时间。 魏金伦也将答案写在纸上,交给了尼菩萨。 又过了两个小时,许多人相继吐血,一变跟太阳有关,该死的,可是我们没推算出来,具体是什么一变,只是大概算出,与太阳有关。 这些人眼中都闪过不甘之色,但不甘的同时,他们看向魏金伦,看向莫安然的眼中,都闪过了敬佩之色。 至于云青年,虽是第一个给出答案的人,但他们却不确定,云青年是在故弄玄虚,还是真的算出了一变。 因此,他们那敬佩眼神,并未扫向云青年。 在场超过六成的窜明师,则是什么事都没有,既没有吐血,脸上也看不出半点疲惫之色。 原因很简单,推算天空一变,完全超出了他们的实力。 连从何处开始推算,他们都摸不到头绪,自然也不会因为推算过度,而感到疲惫或者吐血。 这就好像炼功走火入魔,让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走火入魔根本不可能。 凡人连修为都没有,怎么走火入魔? 时间,即将临近正午,历日当空,天空万里无云,见不到一点半点的云彩。 尼菩萨突然走了出来,说道,好了,时间差不多了,我现在就开始宣布结果。 尼菩萨这话一出口,四周所有目光,便全部汇聚在尼菩萨身上。 包括,那六成什么事情都没有的参赛者。 包括,那少数一部分,只算出一变与太阳有关的吐血参赛者。 包括云青年,莫安然,魏金伦,全都看向了尼菩萨,天空的一变与太阳有关,确切来说,马上就会出现天狗时日的一幕。 尼菩萨的声音,又缓缓地响起,天狗时日,这烈日当空,晴空万里的天空,也会出现天狗时日。 围观的人群,听到尼菩萨话后,无不露出意外之色。 当然,他们只是意外,对于尼菩萨的窜明之术,没人会怀疑。 原来是天狗时日,少部分,推算到一变与太阳有关,因为吐血而不能继续推算下去的窜明师,无不露出了了然之色。 云青年,莫安然,魏金伦三人,都不致可否递点头。 因为他们推算到的结果,也是天狗时日,不知道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。 围观的人群中,有人开口说道,尼菩萨之前说,时间差不多了,所以要宣布结果。 也就是说,天狗时日,即将要发生了。 围观人群中,有大胆的人当场问道,尼菩萨前辈,天狗时日的具体时间,是在什么时候啊? 呵呵,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,尼菩萨淡笑一声,尼菩萨当着所有人面,打开了第一张纸条。 这个纸条,是魏金伦写的,魏金伦的答案是天狗时日,具体时间是五十附近。 尼菩萨念出了魏金伦的答案,尼菩萨念完答案后,用赞赏的目光看向魏金伦,精伦,你没让我失望。 多谢老师鼓励,魏金伦连忙激动地说道,魏金伦心里,有两个最尊敬的人,一个是云青年,另一个是尼菩萨。 尼菩萨的鼓励,对魏金伦而言,自然受用无穷。 尼菩萨当众夸奖魏金伦,看来魏金伦的答案很接近了。 永恒圣院,顿甲学院,北七学院,灵溪学院。 这些高层,都低声说道,尼菩萨接着,又当众打开了莫安然的纸条。 面色如古井无波的尼菩萨,眼中迅速闪过一道差异。 尽管,只是一闪而过,但还是让不少人捕捉到。 尤其是永恒圣院的高层,捕捉到这一幕后,全部都笑了,看来安然的答案完全正确了。 嘿嘿,也只有完全正确,才能让尼菩萨色变。 我们永恒圣院,虽然在丹七五三道上输给了天窜学院,但在天窜学院擅长的窜命之术上压他们一筹。 也算是扳回脸面了,尼菩萨当下,便说出了莫安然的答案,天狗时日,具体时间是五十的正五。 天心大陆的一天,分为十二个时辰,每个时辰两个小时,分别是紫时、丑时、银时、陈时、四时、五时、畏时、生时、有时、虚时、亥时。 正五,就是五时的中间。 莫安然的答案是五时的正五,那就是直指五时的正中间。 也就是五时的头,与五时尾的正中间。 这个答案,已经精确到了分,正常情况下,云青年的答案,最多也只做到莫安然这个程度。 院长,学生这个答案,精确度可有达到百分百。 莫安然悠悠地问道,他称呼尼菩萨为院长,自诩则是学生,这个姿态看似放得很低,可他现在的立场,却是代表永恒圣愿。 因此,莫安然这个姿态,可以直接解读为,挑衅尼菩萨。 近乎百分百,尼菩萨说道,也不在意莫安然的语态。 不过末了,尼菩萨却又补充道,只是近乎。 第699章 神秘光影,近乎,莫安然眉宇微微一沉,但他修养很好,不动声色地问道,院长,学生这个答案,已经到了最精确的地步,已经无法再继续精确,你确定? 这只是近乎,莫安然,你当真确定,你的答案,到了不能再精确的地步了。 一直不作声的云青年,突然开口开口,当然,莫安然想都不想就点头,莫安然的答案,确实是最精确了,至少天心大陆现有的衡量时间单位里面,莫安然已经说到最精确的地步。 打个比方,10跟30的中间,可以是18,可以是19,也可以是20,21乃至22。 可如果是10跟30的正中间,那就只有20这个答案。 莫安然的正5,在50里面,就相当于10跟30的正中间20。 这已经是最精确的答案了,你这么自信,要不我们打个赌吧? 云青年悠悠地说道,赌什么? 莫安然问道,你自信你的回答,已经到了不能再精确的地步。 电象来说,你已经认为,这场对决你赢定了。 云青年看着莫安然说道,而我想跟你赌的是,这场对决,赢的人是我。 你当真要赌,莫安然眼睛一亮,自然是真。 云青年说道,好,既然对赌是你提出来的,那么赌注内容就应该由我先说。 莫安然说完,也不等云青年答话,便接着说道,如果我赢了,你云青年当众立下天道誓言, 任我莫安然为主,从此做牛做马,供我去世。 如果你输了呢? 云青年眼中闪过一道寒芒道,莫安然这席话,如果不是借着赌注提出, 他现在早就是一具尸体了。 尖地的威严,不容触犯,哪怕是言辞冒犯都不容许, 我输了,就任凭你处置。 莫安然不假思索地说道,在他看来,他不可能会输。 莫了,莫安然又鬼神使然补了一句,哪怕要我嫁给你都可以。 哗,人群出现一阵轰动,他们都被莫安然的赌注吓到了。 莫安然居然提出,如果他输了,就嫁给云青年。 天呐,云青年要是不小心赢了,岂不是走了狗屎运,可以娶莫安然为妻了。 莫安然可是放言整个永恒帝国,都是享誉盛名的爵士美女啊。 不过,莫安然敢这么说,就说明他胜券在握,对自己有百分百的信心。 与议论纷纷的人群不同,云青年眼中闪过一道不屑,赤裸裸的不屑,身为主宰仙界的云帝,云青年见过的美女,比普通人一辈子见过的女人都要多。 毫不夸张地说,如果云青年需要女人,只需要一句话,就会有无数仙女、圣女,挤破头四地,往云青年的床上爬去。 莫安然确实有几分姿色,但也只是有几分姿色罢了,比起相貌爵士、气质爵士、修为爵士的仙女、圣女,不知道要差了多少个级别。 嫁给我就算了,云青年微微摇头,用充满随意的口吻说道,你如果输了,只需要跪着,从更金螺盘里面爬出去就好了。 云青年原本是打算,直接杀了莫安然,可听到莫安然,将他嫁给他,作为赌注后。 云青年就知道,莫安然心里十分高傲,对待这种人,羞辱他,比起直接杀了他,要好玩太多了。 你说什么,莫安然梅雨一尘,教主的威压,从他身上席卷了出来。 放肆,小小教主,也敢用威压逼迫公子。 半空之上,磨砂女呵斥的声音突然响起,下一刻,磨砂女已经出现在云青年面前,挥手间,便驱散莫安然的威压。 猛的,磨砂女身上,又爆出滔天的圣人威压。 扑的一声,只是一个照面,莫安然口中便喷出了大雪。 你,你是圣人,莫安然眼中闪过亥然,前几日,他与天心圣地的第二圣子在一块时,才刚刚得到消息说,鬼谷子刚踏入教主不久,不曾想,鬼谷子现在,居然成就圣人了,永恒圣院在场的高层,面色也都微微一变,他们这些高层,修为最高的,也只是教主。 可没办法与圣人抗衡,但因为他们都背靠永恒圣院,背靠永恒帝国的关系,他们也不惧怕鬼谷子,一个个都飞到了莫安然这边。 目光都冰冷地看着磨砂女,鬼谷子,你是想破坏窜命之术的比赛,直接撕破脸皮开沙吗? 你这么做,最好想一想,云青年以及天窜学院,能不能承受的祝皇室的怒火。 耶寒,你先退下,云青年知道磨砂女的性格,还真有可能当场大开沙界。 天心圣地都压不住磨砂女,更何况是区区永恒帝国。 要杀要闹,等窜命之术的比赛结束以后,云青年又对磨砂女说了一句, 云青年跟尼菩萨的约定是,为她取得百怨大赛的所有第一。 如果现在磨砂女大开沙界,就等于破坏窜命之术的进行了。 是,云帝,磨砂女领命道,那句云帝,只有云青年一人听得道。 你们也滚下去,磨砂女大手一挥,恐怖的领域之力席卷而出,砰砰砰砰。 一连串的轰击声响起,挡在莫安然前面的,永恒圣院的一众高层, 全都灰头土脸地砸到了庚金罗盘外面的地面。 好了,距离天狗时日,就快要出现了,你敢不敢赌,现在就一句话。 磨砂你下去后,云青年没什么耐心的说道。 为何不敢,莫安然冷哼一声,绝美地脸上,犯出圣人的寒光。 待你输了,给我做牛做马,我就会让你知道,冒犯我的后果。 尼菩萨踏步,走向了庚金罗盘形成的场地中心处。 在哪里,放着一个黑色铁盒,铁盒里面,放着云青年的答案。 尼菩萨幼稚的手指,才刚接触到黑色铁盒。 铁盒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消散,宛如被点燃的白纸,逐渐化为灰烬般消散。 这是什么,不少人色变,黑色铁盒消失后,一道光影从铁盒中冲了出来。 第七百章任何后果,我为你担着。 光影逐渐浮到半空,铁盒如烧开的白纸,逐渐消失后。 一个沙漏,出现在铁盒原本的位置,就为高深的围观者,耳边还能听到沙沙的轻响。 沙漏上面的沙子,缓慢而又有规律地变少。 沙漏下方的沙子,缓慢而又有规律地变多。 真空的光影,最终化为云青年的样子。 但又与真实的云青年不同,这个云青年,只是一道法源之力幻化的影像。 天空的一变,是天狗时日,当沙漏最后一粒沙子也落入底部之后,天空就会彻底陷入黑暗。 说完这句话,云青年的幻影,便消失不见。 云道友不愧是云道友,尼菩萨眼中满是惊艳地说道, 尼菩萨相信云青年,相信云青年一定能摘得窜命之术比斗的魁首。 但尼菩萨却没有想过,云青年会用这个方法获胜。 云青年没说具体的时间,但他那句当沙漏最后一粒沙子, 落入底部后,天空就会彻底陷入黑暗, 已经把天狗时日的具体时间,真真正正精确到了不能再精确的地步。 他,他竟然想到了这个方法,莫安然的面色刷地变白。 如果说,莫安然的回答,是将时间精确到分。 那么云青年这个答案,就是把时间精确到了秒。 而且云青年这么做,也明显计高莫安然一筹。 莫安然只是算到了,天狗时日开始的时间。 云青年却连天狗时日,和时将太阳完全吃掉的时间都算了出来。 四周的人群,早已经傻住了,云,云青年,竟然也算出了天狗时日根具体的时间。 不止如此,云青年算出的时间,比莫安然还要精确。 不仅是还要精确,云青年连天狗时日,和时将太阳彻底吃掉都算出来了。 我,我真的很怀疑,云青年到底是不是人,人怎么能妖孽到这重地步。 再加上现在的窜明之术,已经就要蝉联丹,气,震,命四道的第一了。 沸腾的人群,说到最后,突然又沉默了下来。 云青年实在太妖孽了,妖孽道,他们只能沉默,只能死寂无声。 好长一会后,才有冷哼声响起。 哼,故弄玄虚罢了,真以为弄个沙漏,就能唬住所有人吗? 就算虎猪又怎样,等结果出来,故还是要被人打脸。 大家都记住云青年刚才的话了,他说沙漏最后一粒沙子落底后,天空就会彻底无光。 也就是说,如果到时候,天狗时日还在继续,又或者天狗时日还没有发生。 云青年的答案就是错的,永恒圣院的一众高层无不冷哼道,永恒圣院的高层的话,让不少好试者来了精神, 也是啊,云青年这个答案,未必就是对的,沙漏见底,天空彻底无光。 只要稍有差池,云青年答案就错了。 没错,相比起莫安然的答案正午,云青年的答案太过邪护了。 当然,也有一部分人,认为云青年能赢,邪护。 云青年身上发生的邪护是还少吗? 你们之中,有谁事先认为过,云青年能获得单到第一。 你们之中,又有谁事先认为过,云青年能斩获期到第一。 还有阵道比赛,同样也没有一个人,事先认为云青年能够第一。 但云青年,却都第一了,出乎所有人预料地第一了。 这次命到第一,你们真的就认为,云青年不能继续第一吗? 这个世界,从来不缺乏超出人们想象之外的天才,你们谁能保证,云青年就不是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天才。 有人问出这席话后,所有人都沉默了。 包括永恒圣院,那一众高层也陷入了沉默。 诚如这人说的,云青年之前的比赛,在获得第一之前。 没有一个人认为他能第一,谁又能保证,这一次,云青年不会再蝉联第一了。 时间缓慢地过去,转眼,晴空万里的天空,突然出现了一片黑暗。 这片黑暗,距离烈日,还有一定的范围。 依旧黑暗接近烈日的速度推算,再有十分钟左右,黑暗就会触碰到烈日。 而十分钟后,恰巧就是正午,也就是说,莫安然的答案,现在就能知道。 是正确的,而且是无比的正确。 在看云青年那边的沙漏,按照他们的推测,至少还有半个小时漏完。 十分钟后,黑暗临近烈日,等黑暗触碰到烈日后,按照目测,最多两三分钟,就能彻底吞噬烈日。 哈哈哈哈,云青年,早让你别故弄玄乎,现在被打脸还疼吗? 永恒圣愿的一众高层全部冷笑出来,啪啪啪,是罗罗打脸能不疼呢? 靠运气赢得了单,气,震三道的第一,可惜啊,好运并不会永远跟着一个人。 哈哈哈哈,十分钟以后,云青年可就要给安然做牛做马了。 安然,到时候别忘了,把你奴才借我玩几天。 哈哈哈哈,安然,我们永恒圣愿正缺一个看门的,不如就让云青年去看一个月大门吧。 永恒圣愿的一众高层,仿佛已经看到胜利,无不冷笑起来。 天窜学院的一众高层,面色都变得很不好看。 云青年代表天窜学院,接连斩获单,气,震三道第一。 毫不夸张地说,已经成为天窜学院的名片。 如果云青年真去给永恒圣愿看门,那么天窜学院的脸面,可就彻底丢光了。 莫安然看向永恒圣愿的一众高层笑道,诸位院长放心,安然到时候,会让这个奴才,供你们驱使的。 阎寒,先别急,楼翼而已,先让他们蹦打。 云青年没有掩饰自己的声音,对下方杀气腾腾的磨砂女说道,磨砂女对云青年的尊敬,已经到了,哪怕别人只是言辞冒犯云青年,她都要将冒犯之人全部镇压。 永恒圣愿的一众高层,你一言我一语奚落,嘲讽,乃至羞辱云青年。 自然让磨砂女心里的杀机沸腾不已,云青年见磨砂女强行将杀机压下后,又开口说道,等结果出来以后,这些楼仪你想怎么杀都行。 任何后果,我为你担着。